胜利性招待已掌握确切证据扇制服罩切割仪涉及逃税。 台湾时间今天下午4点,警方对涉嫌散播不牙影片的证据应申请拘捕令。 警方虽然还有逮捕胜利,但与他经营业店勾结的警察,除了日前百瓶酒家的隐姓总警外,今天又被报还有另外两名远警涉案,总共有三名警察被列为嫌疑人。 韩国Nuzis报道,疑似被胜利中介性招待的两名女性已经接受警方调查,两人承认有参加过胜利举办的活动,都否认有魅音。 据悉,警方有掌握足以证明确实有性招待的证据。 胜利则是突然删除社群媒体上2014年穿警察制服的照片,被怀疑是要和银总警切割,更多人怀疑他当时穿的制服就是银总警出借给他的,但银总警今天下午接受电放当年根本不认识胜利对于损害名誉的报道和留言会追究责任。 体育朝鲜报道,胜利今天下午完成了延期入伍的申请。 兵务庭方面只将会慎重讨论胜利相关的申请,据之胜利或可最多延期入伍6个月。 另外,据之警方还掌握了胜利经营其他业务方面有逃税的情况,县正在研究是否追加胜利涉逃税事件展开调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